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吉曾经以剧团制作人的身份去过一次爱丁堡艺术节 我就想这一期我们干脆就两个人录一个互相问问题的节目 这样剪辑起来也比较简单 我从飞机上就可以剪辑了 吉吉你好 你好 我来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能讲一下爱丁堡艺术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吗 爱丁堡艺术节其实我们一般说的应该就是指 通常是指那个爱丁堡艺术节 就是Edinburgh Festival at Fringe 那那个Fringe去我拼一下是F-R-I-N-G-E 我的理解它在英文里就是女生头前面那个刘海 或者是边缘的意思 对的 就是为什么它叫边缘了 就是其实要从它的历史讲起来 爱丁堡节现在今年是70周年纪念 它是1947年就是二战刚刚结束两年之后开始的 那个时候欧洲大部分城市都被炸到西南 就是很多著名的那种艺术节城市 像德国的慕尼黑 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都没法没办法举行 他们每年都会举行的那些艺术节 那那个时候英国就有一个夏季歌剧节的总监 叫Rudolph Bing 他是办这个Gleibon 就决定去爱丁堡去办一个这样的节日 就是延续那个欧洲在夏天举行艺术节的那个传统 办了这个我们现在叫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就是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那那个时候了他拉了伦敦的两个大团 就是Old Vic剧团 就是英国国家剧场National Theater的前身 老维克 就是现在Kevin Spacey当总监的剧场 Kevin Spacey退了几年了 对不起 对 但是以前是 他在那边当总监当了十年有多好像 他好像去年还是前年退下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了就是Sedless Well 那个就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团 English National Ballet的前身 OK 这个不要和这个Royal Ballet是两家 和皇家芭蕾舞 对 皇家不同的 皇家的是在Coffing Garden Sedless Well这个后来就搬到St.Martin's Lane的那个Coliseum 是英国国家歌剧院的那个芭蕾舞团 然后Sedless Well现在还在 但是他就是变成一个舞蹈剧场了 他就没有自己的 好像现在没有自己的祝团在里面了 然后再还有这个Rudolph Byn 他自己改本歌剧节的歌手 他们就是一起上爱丁堡演出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还有其他剧团 或者是艺术团体参加这个艺术节吧 但是有八个团队就是他们想参加 但是最终没被包括在这个艺术节的节目单上 那这八个团体呢就不理那个主办方的拒绝 自己在爱丁堡藏的场地同期演出 这样就变成了那个爱丁堡的那个艺术节 Ad Fringe 所以现在其实是不是相反 Ad Fringe还比国际艺术节更出名啊 还是有吗 现在Ad Fringe应该说是绝对比国际艺术节出名 Ad Fringe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艺术文化节 每年八月份就是会是举办三周 它是跟那个国际节的那个节期是同期的 今年是好像是八月四号到二十四二十五号 光是今年就是有三千多个团体演出超过五万场 所以就在你讲的这个二十天里 就是二十一天里面 三千个团体演五万场 我不会算数 但是这感觉一天都是上千场节 对的绝对是 就是真的是从可能上午八九点 一直演到半夜凌晨一两点三点 得有多少游客会去 是不是都几十万上 我觉得就是光是那种艺术团体 你算它三千个团体 每个人带五个人 你已经有一万五个人了 但是通常那些团体是不止五个人 有一些可能是几十个人 有一些可能是一两个人 所以就是可能光是演出单 演出演艺人员就可能已经 几万人 我想我猜可能几万人 然后还有全球的做表演艺术行业的人 很多都会从世界隔地的飞过去看 爱丁宝节相对就是那个Finch节的话 相对比较独立 比较前缘 比较实验性 但是它有成名的 跟寻找机会的年轻艺术家 同时演出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广教会 那种演出这个概念 我们是讲的话剧吗 还是说有 什么都有 就是你能想象到的 跟想象不到的艺术形式都有 所以杂技也有 然后魔术也有 杂技是一个很大的魔术 搞笑的那种 就是外国的相声 舞蹈 形体剧场 展览 音乐 歌剧 音乐剧 戏剧 两颂 Cabaret 给儿童 真是给儿童看的儿童剧 所以就是表演艺术 什么都有 所有能够被表演艺术 都有 对 相对来讲 国际艺术节了 就是比较高大上一点 就会偏向古典音乐 歌剧 就是那些比较成熟 传统的那种 表演艺术吧 洛杉矶交响乐团这样的 对对对 爱丁堡在八月份 除了这两个表演艺术节吧 这样说 还有文学节 视觉艺术节 军人的那种军乐 跟军操的表演 以前还有电影节 不过电影节 就是这两年提前到六月份了 那你能讲一下 你当时带的剧团去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吗 对我们当时带的是一个两人的秀 是有一点点搞笑的 就是 是关于就是我们所谓的办公室政治 在一个不是很现实的世界里面 两个人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感觉这个应该还蛮好玩的 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对 没有啊 我们我想我们可能亏了一半吧 因为爱丁宝洁 然后就再也没有再去了 没去了 对 已经所有存款都用光了 因为爱丁宝洁其实去不是 基本上没有人能赚钱 Fringe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演出场地 接收你这个节目 然后再交登记费 登记费的意思 其实就是放在那个 atFringe的那本 像黄页一样的那本书 这个已经好几千块了 那个时候好像是大概400磅左右 英镑 然后最贵的那个部分就是你的长租 因为它是一碗一碗的这样技术 那你说这么5000多场节目 它在哪演 就是在城市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 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把办公楼啊 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清空 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 他们就会把它重新简单的那个装收 改成很多不同的小剧场 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就是你们不赚钱 但是做这些场地的人是赚钱的 场地的人是赚钱的 因为他是收房租嘛 首先票房也拿可能一半 四成一半左右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洛杉矶人 他就是每年夏天在爱丁堡租了一个pub的地下室的一个部分 来运营这个爱丁堡艺术节的场地 他就给那个pub的房东交钱 然后呢他再去找不同的剧团 把它租出去 每年八月份就是他一年唯一工作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加州待在海滩上 这个爱丁堡艺术节好像是为了这些房地产 part time airbnb房地产商 对对对 二房东的一个最大的市场 对我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爱丁堡这个城市究竟是怎么念的了 好了来了 Edinburgh 就是他前面那两个音节就是Edin 就是按他拼写念 对按拼写念 后面两个音节是发音有点像BORO这样的Edinburgh 但最后一个音是清掉了 后面就是有点难了 就是不是看着字面能读得出来了 对 在英国很多地方的名字都是一样 按字面读就会读成Edinburgh 像Neighbor对吧 但其实当地人是念Edinburgh 对啊 那我也可以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你在Edinburgh那个时候 为什么现在十几年后才想到去这个Edinburgh的艺术节了 当时为什么不去呢 你刚才有提过暑假的时候房租特别贵对吧 你们去的时候翻了两三番 其实在爱丁堡那个时候有一间 现在应该也有一间公司 或者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他就会去找那些学生 然后说你们这放假的这三个月 我呢就给你们出双倍的房租 你们把东西都搬走 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房租租下来 那这样他不是可以填补我们平时的房租吗 很多学生就都选择离开爱丁堡 然后去赚一点钱了 然后再把这个房租租给大家 这是原因之一吧 然后正好放假 可能爱丁堡人对那个节日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觉得乌泱泱的来很多人 如果你不是那种剧迷 或者是表演艺术的粉丝的话 大家都是觉得那个时候要逃离爱丁堡的 都是赚赚钱 要不是人多受不了的就变成 是是是 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去看呢 就是因为一个是现在正好比较空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始对 以前我看表演艺术 可能更多的是看一些音乐会啊 歌剧啊这样的东西 那现在我慢慢的对于一些小众一点的 比如说这些stand up comedy啊 或者是舞蹈啊 或者是一些实验性强一些的东西 可能更感兴趣了 所以就想那就干脆去爱丁堡一网打尽 那挺好的 爱丁堡应该这是 真的是什么能想象到 跟想象不到的艺术形式都有 你肯定有东西可以看 就是差买不买的票 而且找不找到那个你其实想看的东西 那我下一个问题问你是 在爱丁堡走在大街上 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会碰到明星吗 有可能 但是这个很碰运气 其实会很多演员啊 就是出名的人都会来爱丁堡捧场 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很多重新艺术表演艺术行业 什么导演啊 编剧啊 一些剧场的负责人啊 都会到爱丁堡 但是可能相对来讲 因为人多 演出也多 你碰上的机会 反而可能小了 可能看到比较出名的演出者了 我觉得会集中在那个comedy 就是相对搞笑的那种 那种演出里面 因为本身comedy里面 爱丁堡捷其实很强 所以很多很出名的人都会演 然后这个相对来讲 这一个 这种就相当于是我们中文叫什么 是叫单口像什么 就是你们上海周立波那种 对吧 也不是他周立波那种 他有上升的那种 就是有两个人的 也有可能是一组人的 也有单个人的 他是有偏向像话剧一般的感觉 但是他的目标还是搞笑的 明白 也会有一个人站在那边在说笑话 我觉得你最大的机会是看到未来的明星 因为大部分英国的院校的戏剧社都会有演出 就是我们现在认识的那些英剧的演员 导演 编剧 什么人 其实很多那个时候 他们都会跟着大学的戏剧社到爱丁堡演出 所以其实爱丁堡是这种年轻表演艺术家 小事牛刀的一个地方 对的 也是很多年轻艺术家去寻找机会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看到你 对因为我朋友圈里现在就有人在爱丁堡 他就是你们上海的那个叫SMG是什么 那个广电集团 上海的那个广电 对对对 他们去找很多去找剧 然后今年中国跟爱丁堡这个节也有一个合作 也带了好几套 上海的国际艺术节带了好几套舞台作品到爱丁堡去 OK 我在爱丁堡的时候 中国已经带东西去了 就是习惯就是京剧演绎一下什么哈姆雷特之类的 然后就是那种武林功夫型的比较多 是 但是现在相对来讲有一点比较剧长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看到上海带过去的那几套 好像那个跟还是跟中国的传统戏剧有关 现在你为我推荐一部去看的剧版 对我先推的就是我们说看明星嘛 这是国际艺术节里面有一套叫Room29 就是29号房的演出 就是有英国的那个乐队Pope的主音 Javis Cocker 跟一个音乐人叫Chili Gonzalez 合作的一个钢琴的那个song cycle 这个Gonzalez是弹钢琴的那个人吗 他是弹钢琴的那个人 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rapper 他是可以弹那种古典的钢琴 但是他也是一个rapper 他也是那个很多蛮出名的音乐人的制作人 就是比如说Peaches啊 Faist啊 所以他做的也是有做点那种hip hop rap的音乐的 哇那好 那延续我们上次弹rap 我也可以去听一下 对 但是他这一套音乐可能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偏古典一点 我的感觉听上去 有一点点是延续那种19世纪 德国浪漫时期的 那个像那种舒伯特啊 舒曼的那种song cycle leader的那种感觉 然后Javis Cocker就是会唱 也会朗诵或者是说话吧 然后他的主题 他为什么叫29号房呢 他就是根据好莱坞 有一个很出名的酒店 叫Chateau Marmont 然后29号房里面 他是有一个小的baby grand的钢琴 小的那种三角琴 然后这家酒店是27年就建成了 所以很见证了好莱坞的那个黄金时期 马力莲梦露也住过在里面 所以就是通过这些名人 或者是不出名 住过这个房间的出名的 或者是不出名的人的一些故事 串起来的一套歌吧 明白 这个表演好布尔乔雅呀 应该挺好玩的 Javis Cocker他演出都是都非常好 好 那你有问题问我吗 我有 我就是继续这个流行文化的问题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认识 我想很多大很多人都是 对苏格兰的认识 是通过电影跟电视剧 比如说拆火车 Transporting 或者是那种外乡人 Outlander 或者是Braveheart的那种电影 那其实真正的苏格兰 是怎么样的了 我觉得大多数人 应该都是通过Braveheart 认识的苏格兰 对啊 男的都穿裙子的吗 其实看过的人很少 因为Braveheart很老了 我也不知道谁还记得 第一个问题是 男的都穿裙子吗 怎么说 就是在参加比较正式的活动 比如说圣诞节的聚会 婚礼 毕业典礼上 你都是可以看到穿裙子的人的 那么一般来说 礼拜五晚上在大街上 因为总有人是要去赴宴 或者是去看歌剧 也都是能看到裙子的 所以说不是全民穿裙子 但是就有一点像 可能像在京都看到有人穿和服一样 就是你不会奇怪的 那我也可以问一下 男的穿的就是那个苏格兰裙 那女的穿什么 她的传统服装是什么了 好像很少见到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不太知道 现在大家真的是出席什么正式的场合 男生穿这个裙子叫kilt 对吧 然后女生其实就是穿正常的西方晚礼服就都行了 那就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 但是在古代 像女生也是穿当时流行的衣服吧 我没有觉得有一种特别就是贵族 特别那种民族性的那种服装 因为这个民族服装应该也都是后来 就是起码是18世纪19世纪开始才被人发明出来的 没有具体研究过 另外一个也是傻傻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喝威士忌吗 因为可能在国外认识苏格兰最出名的就是威士忌了 是 在我念书的时候 凡是是苏格兰本地的人年纪超过40岁的 或者说再说高一点50岁 那他去到 pub 里一定是威士忌的 威士忌再加一些 再加一点点矿泉水 苏格兰的矿泉水 他是不会是加冰块的当地人 那年轻人 有一些是加温水的对不对 我还没有碰到过 应该就是常温的水 是不是热的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想象那个温水 可以让它的芳香散发的更厉害一些 年轻人倒不一定 年轻人还是喝啤酒的比较多 因为年轻人一个是潮流比较多 第二个是就看什么广告打的厉害一些 有很多所谓的alcapop 大家不是喝的一些 对那种甜甜的那种 有酒精汽水了 对 第三个问题也是跟吃吃喝喝有关的 因为就是在英国住的话 就是大家都觉得 苏格兰的人就是整天吃那个haggis haggis中文是什么 什么我都不知道 就是黑色的 雪肠 雪肠 就是很多内脏啊 什么任七八糟的东西 塞到里面 黑色一大个像石头 拳头这么大的东西 另外的就是那个油炸的mass bar巧克力 那这两种东西 其实haggis大家是吃的 它是一种传统食品 有没有天天吃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住在学生宿舍里 早餐是都有的 因为他都把它搅碎了 所以你是不太能看清楚里面是什么的 所以吃起来就和吃雪肠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根肠 然后只不过里面用的肉是下水 就是跟pied pudding有点像 它里面的肉 其实就是香肠里面是用的下水和有的时候是有雪的 那个油炸mass bar呢 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感觉它更像是可能有 但是它是一个吸引游客注意力的 它不是一个到处都能见到的 是吗 我以为这是所有那种炸鱼薯条店都会卖那个油炸mass bar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苏格兰很奇怪的爱丁堡和the rest of scott 苏格兰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也许在苏格兰的农村里或者是在Glasgow是有Mars bar 可能是更多是Glasgow 对 爱丁堡还是一个比较端着比较布尔乔雅的地方 国外来讲就是说觉得中国人都是什么那种鸡爪子啊 那种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在苏格兰住过的人 就是觉得他们都是吃这些怪怪的 在英国人 在应该是说是英格兰人眼中很怪的食物吧 还有一种很类似红牛的饮料很出名 叫Iron Brew 你有喝过吗 一种汽水 我听说过 对 它的味道就有点像 蓝色的嘛 对不对 橙色和蓝色 有点像北冰羊和红牛混在一起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还行 那我问你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也推荐一个 我也推荐一个剧 也是我可能会去看的 它是在爱丁堡Playhouse这个剧场演的一个叫夏宇 Rain的一个舞蹈 十个舞者围成一圈 然后跳舞 然后它背后放的音乐是Steve Reich 是念Reich还是Rike 的这种极简的音乐 然后这些跳舞的人 穿的也都是Draise Van Nolten做的衣服时装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 我很喜欢就是极简音乐 然后想看一下它怎么跳这个东西 那很高级 这个又是听着又是一个很高级的 又Draise Van Nolten 还有十个演出者 还有十个演出者 大场面 大场面高成本 对 OK 那我下一个问你的问题是 像我这种第一次去爱丁堡的人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啊 第一个是必须要订好这个著书 我已经订好了 你已经订好了 所以你第一步 第一步已经做好了 就是想看比较多的剧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做功课 首先在HFringe这个网站真的是要认真地研究一下 因为上面有很好的攻略 下载他们的APP 因为APP可以订票 OK 已经下了 我的建议呢就是先按自己的喜好挑几场戏 买好票 免得你到了那边想看的戏都卖光票 就是什么都没得看 只能碰运气 OK 这个就不太 有一点浪费了 老远飞过去 另外票上的事情 一定要多余时间去取票 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么多人 这么多场地 这么多演出 其实取票的人也是很多 明白 所以这个一定要余时间 另外的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那个节日气氛的氛围的话 就是白天可能就是十一二点中午的时候 可以去那个Royal Mile 就是往那个爱丁堡城堡的那一段步行街 看逛逛 现在可能有一点不同了 但是我08年的时候还是 还是没有网络 没有iPhone 没有没有这种智能手机 所以我们的那些演员们啊 制作人啊 全都会在这条街上 派传单 推荐自己的剧 所以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演员啊 制作人啊 去聊天啊 拍照啊 就是也会有很多一些街头的艺术演员 那我可以试试去和他们录一点播客 对啊对啊 你可以去录各种 就是什么人都有了在那边 那下个礼拜说不定大家听到一集英文的播客 不要太 也可以是外语的 可能现在很多中国人了 对对对 我看到中国的台湾的香港的 都现在都有去 我应该印一点文化土豆的传单在那边 传单去拍一下 可能有点来不及 我到伦敦去印啊 然后再去爱丁堡 没事 你去爱丁堡的话 就是所有的印刷店都是为这个 Edge Fringe服务的 明白 所以很多印刷店的 对 我觉得另外的一些就是 要记得预留足够的时间在不同场地之间来往 因为基本上你只能靠走路 从一个场地到下一个场地 所以呢就是要穿舒服的鞋 OK 就是能上上下水的那种 因为爱丁堡是三层又是古层 有不停的下雨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就是你在爱丁堡住过 你就知道了 路都是那种小石块铺的 下雨的时候特别滑 高跟鞋的话 这肯定会卡住 OK 就是爱丁堡不是一个爱美的节了 好 在那个剧场里看剧的时候 大家是很严肃的气氛吗 可以吃东西吗 还是说 一般饮食是不能的 也不是说特别严肃 但是就是还是蛮 在一个临时空间里面 还是蛮正规的吧 大家都是乖乖的坐在那边 除非那种戏是不需要坐的 所以和你平时看剧是一样的气氛 并不是因为它是艺术节 大家就很随便 不会 走的人可能有时候是蛮多的 明白 因为就是看那个人是自己付钱买票 还是他觉得这个不考看 我就去看别的 因为任何时候都有演出嘛 还要身上不要带太多的东西 因为场地都是临时的 座位也是临时的 如果你背着带大的包包啊 会很不方便 一般演出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它应该是通常是提前五到十分钟开门 有一些社会排队排很长 才能进去 迟到就不能进场 离场了也没得进场 因为它通常只有一个进出口 演员也可能是会用同一个进出口 我印象中大部分剧场都那个都不定 那个位置都是随便坐的 OK 所以如果有一些剧你很想往前面看的话 那就提早一点去排队了 然后很多时候一个场地里面 其实可能分割成十几个小剧场 所以也不太好找 明白 最重要的是代购现金 大家都说用现金的是吗 就是你买票可能还是能用那个刷卡 但是你说买饮料买吃的可能还是 就是英国好像是超过什么 通常也超过什么20英镑才能刷卡的 很多地方 OK 那你要不要推荐下一个剧 好的 我另外一个推荐的呢 就是伦敦的皇庭 这个是这个Fringe节里面的一个节目 就是伦敦的皇庭剧场 Royal Code 就是带了一个早上叫New and Now的剧本 两读剧了 就是读剧本的一个一套演出 应该是好像有五六个演出 是一个一周的上午 每天都有一同不同的剧 那这样可以就是因为有时候早上 相对来讲演出没有那么多 可能你不是特别想看 有特别东西特别想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是蛮有趣的 就听人读剧本 就像是做演员卡 读剧本 对的 它不是那种传本的演出 它可能还是拿着那个剧本去念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总位 会去演出来 但是它不是说已经备好剧本啊 穿好戏服啊 有舞台报警 所以有一点像看彩排的感觉 有一点是这样 对对对 有趣的就是 首先是有一套是中国旅美的一个编剧的新作品 那个人叫 那个编剧叫朱怡 它是在纽约那边的 然后它这个这套剧 我猜应该是原来是写中文 然后它自己翻译 所以也有很多英国的华人演员参与 然后其他的剧呢 就是来自乌克兰 黎巴嫩 古巴 巴勒斯坦跟智利 所以就是一些可能平常在国内 不会特别看到的一些国家 或者地区的一些剧本吧 所以它是英国的这个皇家 这个Royal Court的演员 但是剧本是来自全世界的 对的 就是都是翻译成英文 因为Royal Court它是特别支持一些年轻的新的编剧 所以它在全球都经常去搞不同的一些编剧的工作坊 所以他们收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些比较前缘的一些剧本 好的 因为你刚才都提过 就是爱丁堡跟苏格兰其他地方其实不太一样 然后你也在伦敦也生活过嘛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伦敦的吧 就是我想讲一讲 就是爱丁堡在你感觉中 它跟苏格兰的区别还有一些什么了 然后苏格兰跟英国 英格兰或者是爱丁堡跟伦敦 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了 就是我们先把它说的简单一点 那就是说从爱丁堡之外的苏格兰到爱丁堡 再到伦敦就是一个从农村到现代化城市的这么一个过渡 然后这是英国人是这么看的 然后可能在爱丁堡的人的心里 就是从好人到坏人的这么一个过渡 因为在苏格兰 爱丁堡其实被其他的苏格兰人认为是一个非常英国化的城市 是一个very english city 这里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爱丁堡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精英 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那所谓精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坏人 另外一点就是也因为爱丁堡人 他们的那个政治经济地位是更高的 他本来就和全世界人做生意啊 然后参与伦敦的政治啊特别多 所以他们讲话的口音也是不那么强的 那一般人去爱丁堡是能听懂爱丁堡人口音的英文的 但一旦你出离开爱丁堡 其他苏格兰的口音是很难明白的 虽然说拆火车里面的口音不那么好懂 是因为拆火车里面的人物还是属于非常贫穷和工人阶级的口音 底层一点的人的口音 对这个是我刚才一个比较脸谱化的描写啊 可以把它想象成爱丁堡有点像winterfall 然后伦敦有点像king's landing 还有一些就是住在那里你会感觉到的区别 就是爱丁堡是一个可以走路到处都可以走到的一个城市 或者骑自行车 那伦敦是一个一定需要坐地铁或者是坐计程车的城市 而且 对就是一定要公共交通才能 对是 你需要去的地方都要一个小时 对 坐车一个小时 但是可能爱丁堡的话 你要走的话一定一个小时肯定能走 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爱丁堡的那种文学气氛 因为它的那个建筑都是古建筑 然后它的文学啊哲学啊 然后走到到处都能看到别人家里的客厅啊 沙发啊 有很多书店咖啡店 就这种感觉就是文化之城的感觉特别强 反而伦敦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那种里根萨切尔年代的那种做生意啊 全球化啊 大家都在为钱奔波啊 就是这种比较冷冰冰的一面的感觉会比较强吧 嗯嗯嗯对 因为你说爱丁堡的那个文学氛围很强 就是比如说那个JK Rowling写哈利波特也好像是在爱丁堡的一个咖啡馆里面写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都拿着电脑去咖啡馆写东西 但是在爱丁堡可能真正就是有很有名的大作家 不仅仅是JK Rowling在写的 苏格兰作家挺多的 就比如说拆火车的作家Ervin Wells对吧 然后什么 Ean Banks Ean Rankin Rankin是爱丁堡人吗 Ean McKeown Ean Wells好像是住在伦敦的吧 也可能 后来 后来好像是住在伦敦的 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你就反正 我也不知道 作者很多了 就是很多的 像这是以 以这个地区比例来讲 这可能特别多 对 那我也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近年这是蛮多说 这是那种 苏格兰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比如说世界杯足球里面 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到奥运会里面了 就只有一个大不利点 足球是因为在FIFA 它是一个协会嘛 那苏格兰是一个会员国 英格兰也是一个会员国 北尔兰也是一个会员国 但是在国际奥委会里面 整个UK 整个大不利点北尔兰 联合王国是一个会员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 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国家 就不是那么严格的 按那个概念走的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英国 在世界杯里面 有四个参赛选 你是觉得这样削弱了实力 还是说有四次机会 我觉得其实对 有四次机会 对于其他那种像德国啊 或者是法国啊 其实他们的地区主义还是蛮强的 或者是甚至是那种西班牙 你说巴塞罗兰拿的话 大部分人他觉得我不是西班牙人 我是卡特兰 但是只有英国一个是可以分成四个国家来参赛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管你是 可能如果你是在巴弗利亚的人 你还是能够为法兰克福的球队 为他们当粉丝 但是我觉得在苏格兰人 是没有办法为英格兰队喝彩的 苏格兰住的时候 你随便走去任何 就世界杯 只要有英格兰参赛的时候 因为苏格兰一般都不会qualify 那所有九八里的人 一定是支持英格兰的敌人那一边的 对手 对不管他是哪个国家 一定是这样 而且是全心全意很真心的 那其实就是文化区别 其实还是蛮大的 虽然说我们从外面看是同一个国家 就非常非常的强 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苏格兰人通常是用英格兰的反面 来定义自己的 就说的不好听一点 他其实是有一点 自己把自己看成二等公民 然后用 就是用我们不是英国来定义自己的 虽然他嘴上不会这么说 但是在他的心里是有这个感觉的 那也正因为如此 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尝试独立 因为和苏格兰人聊天 聊久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独立这个事情 是他们历史中的一个情节 因为他们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后来合并了两个国家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去试一试 然后也许通过这个试验 就有点像英国要脱欧一样 因为英国也一直都不喜欢欧盟 对吧 那你要待在欧盟 那你就干脆独立一下 然后走了这一步以后 你才能真正的了解到 什么是自己 要不然的话 你永远都以一个对别人的反面 来定义自己 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存在 对的 对的 因为就是脱欧的话 就是英格兰就是基本上说是要脱 苏格兰就是说不要脱 所以这个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那个分析也是很大了 对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很 在这方面 我其实觉得苏格兰有一些 在它的这个心理层面 有一些幼稚的地方 很好控制苏格兰的 你想苏格兰待在欧盟里 英格兰就说我要脱欧 我就跟你反面 我就可以操纵你了 希望我们这个播客 没有太多苏格兰听众 要不然我就被禁止入境了 应该不会吧 进去也不知道 你是直飞爱丁堡吗 还是飞伦敦在坐火车 那现在该谁问谁问题了 是我问你了是吧 我对 我已经没有问题 可以问你了 有什么窍门能够快速的判断 一个节目值不值得 我去排队买票 然后去看 我觉得第一点的就是 你要找你感兴趣的那种 表演形式 舞蹈杂志话剧 什么歌唱等等等等 因为它都是分这种 大的表演类型去安排 去排节目的 第二个就是看图 宣传照能不能吸引力 Fringe节的节目 每个节目只能有一张宣传图片 它这个图片就是 等于就是代表了一切 然后它的介绍文字 也只能有一段 好像只是四五十字 就没有了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 那个决图也能接受 就是看那个节目内容 作者或者是表演团体 你可能想看某一些 东欧国家的 或者是就是南美的 就是这种 也可以通过这一些 就是平常可能 我们现在住在国内 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物所去选 反正去看一些 平时不容易看到的 对的对的 我觉得是这个是最好的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就是有点像买红酒 我只能看我 就看看这是 看看那个label 那个标签 看包装 就是你喜欢就去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这个Fringe的节目 也很靠口碑 口碑 所以很多报刊 网站 博客 可能现在有什么Instagram 那些也会就是会做出 很多不同的那种 精选推荐 多跟其他人聊天 就是观众坐在你旁边的 或者是吃饭啊 什么的 因为他们也会看过一些 可能你没看过的东西 另外一个评估的方式了 就是通过那个演出场地 就是Fringe 虽然说是什么人 要付钱的话 都可以演出 但是大的场地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 艺术策划团队 他们会挑选安排节目 有自己定位 不同节目 不同场地 会有不同的强项 比如说那个Underbelly 就是紫色的大棚 他们可能比较多一些 炸鸡啊 形体啊 Cabaret的那种内容 然后Plaissons 就是黄黑色的 就是主要主攻的 那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阿丁堡大学 一个学生会的场所 Nian Pleasant 对对对 Plaissons 他们在伦敦也有一个剧场 他们在爱丁堡 也好像有两三个 什么Plaissons 在伦敦开了一个剧场 我都不知道 有的 在Caledonian Road后面 哇 这么远的地方 怪不得不知道 对 因为我以前住在家 住在附近 每天去地区 那不是 那有个女子监狱吗 对啊 对啊 真的是那个 Caledonian Road监狱 那Caledonian Road 是一个男子监狱 然后旁边那个 Pentonville 是女子监狱 Pentonville是女子 好像Oscar Wild 以前被关在那里 然后后来他关到 那个Redding去 被救 被救走了 对 然后 就是 Plaissons的话 就是主要是 那个搞笑的那些东西 跟戏剧 然后比如说 Traverse 就是爱丁堡 一个很有名的剧场 我们本地人叫Traverse 他们里面的编排的戏剧的主要就是话剧为主打 然后大部分的都是新片的话剧 就是全球都有 明白 因为那个地方平时晚上酒吧就是一个hipster去喝酒的地方 所以会演话剧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场地像有一个叫Summer Hall 就是夏天的 新开的应该是不是很多年的 他们呢就会有主题 安排他们的节目 就是像有一点像Curated的那种感觉 今年他们的主题就是治疗战争的畅商 就是很比较政治化 就是蛮多是关于那种中东啊难民啊 就是现在我们很怕的那种 有很多监视啊 那种大数据啊 那种话题比较多 那我总结一下你给我提的建议 就是首先是看一些大类 对哪个国家和哪个表演类型感兴趣 然后第二呢就是去看标签 主观上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比较好 然后第三就是去看一下口碑 第四就是根据演出的场所来判断一下它的质量 对的对的 你说如果我这一次我就只想看免费的节目 会不会死得很惨啊 不是也有蛮多免费的 就是免费的节目会不会就都是那种质量很差的 也不一定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是六小时的两个人对骂的东西 免费六小时对骂 有有蛮叫什么名字 有蛮多好像叫slap talk 就是在summer hall里面的 对所以谈到这个骂人 我还想推荐一个剧就是叫not i 它是在pleasance 它应该是贝克特的一个 是贝克特有一个剧叫not i吗 还是说是有一个monologue单口剧 对一个单人的 这个剧通常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说完的 但是这一次这个not i的演出者 是一个是一个叫jazz thome的人 他是有所谓的这个杜尔雷斯综合症 英文叫tourette syndrome 你知道这种病吗 就他是一种 就是会骂人的 骂人的 就是他是一种神经紊乱 病态骂人的 对然后他就会忍不住 没法控制的这样骂人 那因为他一讲话就会控制不住要说脏话 所以这个十四分钟的剧就会被他讲到一个钟头这么长 所以我还挺挺那个期待去看这个not i 这个是蛮有趣的 其实我看到另外在summer hall有一套也是蛮有趣的 它叫foreign radical 极端主义者 极竞主义者 对 极竞分子 对 它就是好像是一个游戏来的 每次每个时段只能进三十个人 然后进去了就是好像要戴个耳机 然后他会跟你说什么 然后你就要在里面转来转去 我觉得听起来这种蛮好玩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那种immersive的那种 中文好像是叫嵌入诗的话剧舞台 就是像上海现在在演 不时在演的那根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 就是那种你进去 然后去发现的 不是说坐在那边看人家演戏 那不就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做的happening是一样的吗 就是有点类似 但是happening主要是艺术家自己在玩 他不太理会有没有观众的 这种就是需要观众去参与 他这个剧才能演得成 观众其实才是看头 我有一个就是场景式的 这种immersive的这个剧推荐 就是一个叫bright colors only 他是一个葬礼 也不叫葬礼 就是wake 就是这种 就死了之后 那个首页 对 就是请你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家里 然后就是你 就是好像观众就都是去 他那个说 那个场地里是有一个棺材的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相当于亲戚 这就不知道了 要去了才知道 然后大家买票的人就进去 然后呢就会聊天 就去谈 还有听那个表演者主要谈 人生的一些感悟啊 一些哲理的 这个剧的名字就叫 就只能够留下来家里 就一定要注意 在这时 就是要住的 一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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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